台九線146公里處南下的車道26號 發生了一起轎車自撞入宿而受困的車禍案件 造成了理性駕駛和他的妻子兩人一度受困車內 經過消防隊到場利用破壞器材才順利的將人救出 緊急的送往慈濟醫院治療之後 所幸兩人都沒有生命的危險 至於意外發生的原因 目前仍有警方調查當中 救難人員騎行協力將受困在車內的駕駛乘客已依舊出 這起車禍意外就發生在26號下午5點左右 一名年約34歲的理性男子 駕駛者營業用小客車和他的妻子 從清北市出發要到花蓮遊玩 步調在行經台九線南下車道146公里處時 整台車突然失控打滑 燃腰撞上一旁路數 駕駛坐男性跟副駕駛坐女性受困車內 並用破壞器材將兩名傷患救出 經消防隊到場將兩人救出並送往慈濟醫院就醫 里男及巫女傷勢均為多處骨折 目前無生命危險 兩人久撤職均為零 至於肇事原因上代警方釐清 天雨路花疑似車速過快 才釀成意外發生 離姓駕駛及其老婆兩人一度受困在車內 經過消防隊員到場利用破壞器材 才順利將人救出 所幸兩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詳細的招式原因 則還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離清